嘿嘿 藝學場是太重要了 對 這樣做是錯的 你的藝學觀念正確嗎 超夯的防蕩咖啡減重法 真的有效嗎 幾乎都有效 我們皮皮會因為這樣 聲音變很好 它是五病 只知道大概兩個多月之後 就是很重 勾九的不敏感 爭槍時代的時候 反而發射不折白 九九成八 對 像我五字頭髮 五九四十五 就是說我一個禮拜 五九 好了 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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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放的啦 是要放的 廣傳大力咳嗽 可以幫心臟打氣 有一點是怎麼樣 因為跟學藝有關嘛 就是他只是隨便跳個舞 然後臉就只會變白 很奇怪 你們給我看的實力 直接找這個病也好了 有 What the fuck 我受了先不要 操作了 他操作了 好了 就這樣 他你們有在運動嗎 你每看不出來有在運動 都比我一半他往生 不行 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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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來 醫學常識太重要了 真的 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要遇到這種事情 還真的是分分秒秒 對 如果你的觀念錯誤 當下錯誤就完蛋了 可能就往生了 而且我們今天主題內容 太好玩了 對 這六位不得了了 他們這個 都是非常赫赫有名的大醫師 歡迎他們 歡迎 六位 嗨呀 黃軒 大師來了 又見面了 好朋友 你現在紅得不得了 對啊 我是這樣子 黑啊 我很黑啊 沒有紅啊 我很黑啊 沒有啦 好可憐 許藍芳醫師 我就是他的粉絲了 對 他出書了 這女生然後泌尿科 這個很有說服力 講得很好 是 都跟他學一些觀念 初心書啦 對 初心書了 介紹一下 這一本是什麼 大人的性愛相談 那一定要多談 多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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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 大家千萬不要匯集記憶 當然 對不對 尤其有這個性功能方面的問題 的尚愛的話 到許醫師這邊 不要而遇 對 對 憲哥可以留一下名片嗎 不是醫師 是研究者 研究人 研究博士的方法 你這書裡面寫的是什麼 當然 性愛相談 大家會看到性愛兩個人 就會想到很多 不同的 我們會想到 對 我們很單純的 是 但是裡面其實綜合了 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的內容 希望這本書能夠大賣 還不敢幹掉Sandy那一本 叫什麼 對 叫做什麼 你女兒的書 如何教育上一代 如何教育上一代 我女兒出了一本書叫做 如何教育上一代 你氣不氣嗎 對啊 你的存在本來就值得青睞 你要記得啊 年度最佳暢效書好不好 這一本應該也是了 加油好不好 再來是我們洪永祥醫師 身戰科 身戰科 要有好的性生活 還是要好的幼稽 還是要夠幼稽 不是要夠幼稽 幼稽好 人生就是彩生 幼稽 幼稽不好就來洗腎 好 這會讓我們想起一首君歌 Match 請步 走 Let's go 我的身在這裡 我的腸在這裡 我的身上腸在這裡 身戰 黃醫師特別 你可以加入我們製作團隊 從頭笑到了 對 他不用灌頭笑聲 他們的工作是什麼你知道 主持人講得不好笑 他們要笑很大 要補笑 他們一定是主持人不用講 他動一動就在笑 動一動就在笑 我身在這裡 來… 沈怡辰醫師 復討 什麼都很準 還有 醫師的顏值都可以這麼好 真的 復討科 等一下相關的問題告訴我們一下 好不好 趙國強醫師 趙國強 大家歡迎 趙醫師 復討科 這個很像那個 那個高以翔那種 對… 好帥 人家說醫師界的高以翔 對… 跟我們藝能界有很大關聯啊對不對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耶 小小… 我們是不是在停車場有遇過啊 有 有… 有面具耶 你們幹嘛的 有… 你們在哪裡啊 停車場啊 停車場會遇過 這也有什麼好笑啊 這也要笑啊 你真正喔 我就會合不合不合 再來還有我們皮膚科 趙藝山 藝衫 藝衫 蔡藝衫 大家好 是… 歐宜又是個美女 真的耶 等一下有什麼疑問 一起來回答好不好 醫男查證 今天題目太可怕了 很多迷失 來 醫學常識的迷失 第一條 OK的啦 說謊會讓胸部變小 那喝透漿可以豐胸 Lulu不要再說謊 我沒有說謊 我何必說 好 你要喝豆漿啦 觀眾覺得這是正確的 喝豆漿可以豐胸減肥 說謊會讓胸部變小 請舉牌 對啊 說謊 你覺得是對的 你不要說謊喔 不… 他舉對是OK的 好可怕喔 剛剛自己講 來…徐醫師 豆漿跟豐胸的確是有一點點關係 因為豆漿裡面有含大豆液黃銅 它是類磁性激素 類 它不是完全 它不是磁性激素 對 那我曾經有個個案呢 它來 那它就問我說 那個… 不是我的左邊胸部痛痛的 左胸 對 它是以為它長了什麼 腫瘤硬塊的 是… 那我去看了之後發現 它的那個左胸的硬塊 很像女生青春期剛發育的那個硬塊的感覺 喔… 對 然後一問之下才知道它三餐 因為他們家就是只有老婆 女兒跟他 那老婆跟女兒就是打…打豆漿喝 那三餐 一餐喝兩杯豆漿 美玉 沒錯 對 然後連渣一起吃進去那種 喔… 對 那我那時候跟她說我推測可能是因為喝豆漿的關係 讓她就是左邊的胸部有一點點發育 硬塊 腫脹… 一點點就是發育的那種腫膽 對 那請她先暫時不要喝之後 如果有消回去 那這樣子就可能可以排除是腫瘤的原因 那後來是有消回去的啦 所以她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再繼續喝嘛 就會打… 真的啊 真的有用喔 但是不喝就會回去 是喔 是嗎 這個跟濃度我自己覺得有點關係 他喝的是自己打的豆漿 自己… 喔 那是打豆漿 欸 農耶 厲害喔 是… 來… 聖唱科 來… 我也同意 其實喝豆漿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讚的一個行為 我臨床上曾經碰過一個大姐 大姐大概六幾歲 她來的時候 因為她就跟我抱怨 她說最近 那就是情緒非常糟糕 皮膚糟糕 皮膚開始變乾 會不會是更年期啊 有耶 那當然更年期大家一想到就是 那我們就去補充一些女性的荷爾蒙 我總要轉到婦產科 那去了之後 她說因為她的阿姨媽媽那邊有一些卵巢癌 乳癌那些 所以她沒辦法 對 所以她又把她轉了回來 那轉了回來之後 她還是很糟糕 情緒還是很糟糕 心情很糟糕 皮膚還是乾別別 那問我怎麼辦 喝豆漿 豆漿其實除了那個大豆乙黃桶 它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蛋白質 氨基酸礦物質 那其實一般人喝都非常好 亞洲人其實是比較適合喝豆漿 不要喝牛奶 因為有乳糖不耐 對 對 現在把蛋白質的排列其實豆是 豆蛋白是排在第一名 豆是最好的 豆魚蛋肉類 事實上 她後來開始喝了之後 知道荷爾蒙是女生的那個叫 當你把你的荷爾蒙拿掉 停經期那時候 你知道不只骨質疏鬆 你的情緒 你的皮膚 你的所有免疫力 心血管疾病都大幅的上升 所以她開始喝那個豆漿之後 整個人不管氣色 臉色 皮膚非常非常好 哇 今天我們這樣一推廣 明天全台灣豆漿要搶購 紅掉了 後來非常有趣是 她後來胸部真的有大的一個罩杯 那我也怎麼知道呢 因為下一次門診是她先生 陪她一起來謝謝我的 真的假的 對 這是真的 然後後來 但是只要稍微停下來之後 那個又會回去 那要當水喝 打回原形 來來 易燦 那我們有遇過有的女生 她就是看了新聞上面說 某某女星吃了豆豆要胸部大兩罩杯 很開心就跑來跟我們說 醫生那你可以開豆豆藥給我吃嗎 那我們就會跟她說這件事情 那是暫時性的 就是說其實你吃你會變大 假性膨脹 對 一樣你如果說你停藥之後 其實是會回來 所以她如果沒有回來 代表她不是真的吃那個變大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一聽就知道 這個 對 突破這個迷思好不好 來 第二條 第二條OK 她每一條好恐怖喔 來 心肌梗塞 極幽猛 網傳大力咳嗽 可以幫心臟打氣喔 大力咳嗽 心臟打氣 3 2 1 舉牌 有圈有叉 來 黃宣醫師 來 我告訴你們 這個是 大臭 特臭 不要來 侮辱我的美 這不是我的塞 全而天天纏著我 大臭 特臭 要來 侮辱我的美 夠了 是 因為這樣 人家講一句我們唱一天 太累了 你所謂的心肌梗塞 是因為你的 所以要趕快送到醫院急診室 讓我們趕快給它通 就像我 我之前遇到一個銀行的鄉里 是 他算錢 早上起來開始算錢 算到一半 就死掉了 那當場會有人CPR給他 然後送來急診室 我馬上給他通 後來問他我才知道說 他這個說 黃醫師 我從來沒有想到 算錢算到一半 不要最遇到死去 我們那個 三立有那個天之交女 要幫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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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也好多個角色 天之交女 所以還是要送醫院 對 可是那來不及的路上 我們怎麼辦 也可以做什麼 一般上 我們如果是真的遇到這樣子的話 網路上有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心肌梗塞的時候 告訴你 你最好是黃醫師 經過你旁邊趕快靠著 我不舒服 替我叫救護車 然後 我就懂得給你 所以 當然不懂得CPR 不用請就趕快叫救護車 然後如果會CPR 又有那個傻瓜的電極幫 救護車的英文怎麼說 Ambulence 怎麼樣 Ambulence Ambulence 對 Ambulence 對 5858 就來 上車 到醫院是最OK 因為醫療設施統統在那邊 對 對 因為心臟我們也沒有辦法掏出來 掏心掏肺 對 不可 也不能說受傷了 我就掏心掏肺 不可以 不行的嘛 對不對 很重要 來 有補充 要補充 年紀大種草莓是什麼意思 這個案子是一個55歲的男生 他來找我 其實是胸悶的 胸悶我去做什麼檢查都正常 然後後來他說還是不舒服 然後我開始在問 你平常生活有什麼不舒服 還是比較不正常的 他就勉為其他來說 有勒 他跟他 他的伴侶愛愛的時候 然後他伴侶都很喜歡跟他種草莓 他一種草莓完以後 在激烈的時候 他就會感覺到 缺氧 黑暗 然後就覺得很喘息 很喘息在那裡這樣子 因為那個頸動脈 最狹窄 他種草莓他就給他吸 他那瞬間的時候 其實是腦缺氧的 所以腦缺氧他馬上就會緊張 就放開 放開 黑暗 對啦 不要再吸 所以這個吸 地方很重要 也不要吸這裡 對 不要吸這裡 來 洪醫師 我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很多人 說說心肌梗塞 他大力咳嗽可以幫忙 的確是有人 其實這改一個叫做心律不整 你如果心律不整的話 大力咳嗽或憋氣或壓肚子 有可能可以給他跳回來 幫他調整 對 這大家很有想見 什麼叫心律不整 其實我們心臟是由電流 帶動我們的心臟的肌肉去收縮 OK 但常常你會發現譬如說以前流行什麼 一拳救命法 你心臟平時都打一下 對 一拳救命法 其實還有一個電極 為什麼我們需要電極 其實那都是在心臟亂跳的時候 心臟已經不會收縮 我們把它電流重整 電流重整 當我們憋氣或咳嗽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把我們的那個 腹膠感神經興奮 那就會把那個 我們講心律不整給它抑制掉 所以在很多打嗝醫師有時候也有效 所以你如果突然覺得自己 突然覺得心肌怪怪 可以試著咳嗽 這有可能有機會會跳回來 這是一個急救的方法 但是如果心肌梗塞就不行了 心肌梗塞是血管已經梗塞到 所以你看要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狀況 對 要了解心肌梗塞是 你自己會有什麼感覺 會有胸悶 然後感覺到好像石頭壓住這樣子 會喘不過來 喘不過來 沒有辦法喘不過來 其實就是壓住這樣悶很悶這樣子 所以趕快到醫院 是的 你看這個真的要特別注意 我也走了好多朋友都這樣 心肌梗塞 應該是說 有心臟病的病人在做性行為這方面 要經過可以跟醫師討論 還是可以做的 那第二點呢 心肺功能跟性功能是非常有關係的 真的 在養尾的病人 有一半以上的病人 當他發現他養尾的時候 其實有30% 他的心臟是同時也是有問題的 一起 對 所以他是一起的 第三個呢 很多人都男生都知道重訓可以 增加男性荷爾蒙 對 因為那個搞固酮 對 但是其實心肺功能 也很重要 是 因為性行為在做的過程當中 它也是類似一種運動 有氧運動 對 當你在有氧的時候會喘 那如果你平常的心肺功能不好 你的心臟跟肺臟在喘 在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血液 它會先跑回心臟跟肺臟 OK 所以那個時候 你的小弟弟就會 會暫時會沒有 氣居保帥 對 沒錯 你要注意 對 沒有 有一種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跟血液有關 就是說他只是隨便跳個舞 然後臉就變白 這個是什麼狀態 隨便跳舞 臉會白這個 對 很奇怪 乾脆這樣 我們不如看著實力 我們直接找這個病人好了 我 What the fuck 我說了先不要 Solo時間 Oh Oh 太放鬆了 來 大招 What the fuck 我說了先不要 You Check it out You You Check it ou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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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差不多了 好了 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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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麼白 我覺得 這麼白 這種性肥 性肥功能很好 所以沒問題 我自己猜測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你的心 身體的水分不夠 你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的血管會擴張 你血管擴張 如果心血管的水分不夠 身體的腫水分不夠 會有一種叫 來 講一下 現在漢妮哥有在運動嗎 有 你看不出來有在運動 因為基本上 它有一個喘的方式 因為其實短時間 你突然聚在運動的時候 帶氧量不夠 所以嘴唇會有點反白 但是通常運動 下來嘴唇色就會回來 所以應該還好 還好 我們都很大部分 一半他往生 對啊 勃搶 勃搶 來 牙醫給牙醫 其實剛剛提到很多 心臟部分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心臟跟牙齒竟然是有關聯 對 然後根據研究統計 就是如果有牙周病的病患 他們罹患心臟疾病的幾率 是一般人的三倍 所以牙周病 它罹患心肌梗塞這一些 是一般人的 我分享一個 我最近遇到的案例 就是我有一個50歲左右的病患 然後他就是定期有在治療牙周病 可是某一次回診的時間 他就沒有出現 然後我們打電話給他的老婆 他老婆接了就說 他上禮拜已經住院了 所以後來我們才知道是 因為他得細菌心內膜炎 對 然後後來在醫院做細菌培養 發現那個是牙周病的細菌 對 因為牙周病的細菌 就是它會存在我們牙齒跟牙肉交界的那個位置 對 那個地方它會順著血流 回到我們的全身 所以跑到心臟附近的時候 這個產生的毒素 它就會堵住我們的血管 就會很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 藝辰 來 對 現在剛剛看你跟那種狀況 其實我之前也遇到過 我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我們剛好在校外的一個籃球場 其實年輕人要呼籲說 其實不是因為你年輕 就不會有心臟病 他就是打人 今天那時候他好像是大一新生吧 那我們就大家剛好去中午午餐的時候經過 他就正在打球 正中午在打球 突然間就 欸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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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露倒了 年輕人 對啊 那麼年輕 然後之後聽到旁邊夥伴說 剛剛上一分鐘的時候 他還想說 欸 我有點喘不過氣 結果他就倒下去 就突然急性的 所以他就是那個主動慢玻璃 就倒下去 那還好因為他在學校附近 剛好我們大家都是 學醫的 所以我們在跟他衝上去 摸一下沒有賣玻璃 大家就可以CPR 其實CPR非常非常的關鍵 其實早期是叫ABC 那後來大家改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坦白講在路上路導 你看到一個人 你要追去跟他嘴對嘴 其實心裡會猶豫 有些壓 要看人 不要還是要 對 有些是大家搶 對啊 對 今天是趙醫師跟藍芳 應該大家就衝上去了 對 可是就是大家會 丟讀一下 所以後來 其實最主要後來 其實心臟醫學他們 內科他們有去評估說 其實最主要是壓胸 就剛剛有一直提到的 我覺得壓 壓胸 CPR是最重要 所以在路上 如果真的大家 有真的遇到 真的路導 你確定說過去他 呼吸沒有了 第一件事 除了call for help 再來就是趕快CPR 然後趕快知道附近 有沒有所謂的就是 Defibrillator 就是那個AED 那個就是非常的防呆 就是真的可以 我們現在裝了很多AED 對 它非常好 它就是打開 它就會跟你說 現在怎麼做 打開它就會裡面會講 有語音是不是 有 有導航 導航 對 它會跟你說怎麼做 但是其實就是真的 它就是心臟按摩 但我有一次打開 結果它是 模糊很深 後來仔細聽才知道 本產品已售完 沒有 不是賣什麼 那販賣機 沒有 不一樣 但那個學弟很幸運 他就是 他剛好是學校的學弟 那時候真的有另外一位 我們路邊另外一個 你先衝過去 他幫他壓了40分鐘 救護車來 後來那個學弟真的有被救回來 就是有點老了 所以真的CPR 大家就真的 稍微有看到真的 壓一下 就是真的是可以救回來 很重要 CPR還有那個AED 學會使用 好 來 下一條 第三則 單身狗撸久了不敏感 真槍實彈的時候 反而發射不出來 是嗎 令人羨慕的一個狀況 對 難怪很好啊 來… 這個 這個嘗試是否正確 請舉牌 圈圈叉叉 應該說比較常見的是 男生自衛的技巧 他反而在跟性伴侶做案的時候 太快出來 因為他的大腦已經記憶了他的頻率 所以他在跟伴侶的時候 自己來比較好控制 對… 所以其實在跟伴侶的時候 他反而會比較快出來 來 黃醫師 你這個一定 這個其實說到那個男人的心 大家都很誇張 一夜氣刺狼 精進人亡 大家都覺得說 只要你一講 一夜氣刺狼 每個男人都45度 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牛是吹出來了 所以一夜氣… 我們來講 我們先來講說我們男人 在這個過程中 當我們大逃高潮 大概三秒 或是幾秒 這時候我們就下降了 當我們下降完以後 很抱歉 你就進入了那個消退期 或是不… 那個叫做… 人模式 是的 你好有經驗耶 人模式 你好有經驗 沒有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從這邊來的 沒事 沒關係 所以這個不反應期 因為跟著你的年齡 你的體力 還有你的新鮮感和氣氛 所以一夜氣刺狼 其實在形容 你真的有很猛 有過人之處 有過人之處 但不行是氣刺 所以次數是假的 所以精進人亡 其實他告訴我們大家說 很疲惡 沒力氣 但他說 一夜七次郎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有做了一個叫 有聽過嗎 有聽過 20歲 29 29 18 就是一個月 不然一個禮拜 他可以八次 30幾歲 39 27 兩個禮拜七次 那像我五字頭 59 45 就是說我一個禮拜 45 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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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我覺得還滿有用 來 看下一條 請看 來 威力踩包票還不中 女下男上 讓你懷孕一次就中 想要懷孕女下男上 幹嘛 請舉牌 沒有吧 有圈有差 有圈有差 來 怡辰 來 其實姿勢是一個輔助性的東西 大家有一個觀念 女生在下 男在上的時候 女生躺著 子宮會往後擋 所以 如果說 想懷孕的時候 你射精進去之後 他會在整個子宮裡面 整個靜潤 所以相對的 他會有助於他 有 但是就是反過來 有些人覺得說 倒立 這個其實是 有聽過 但是這個其實要小心 因為其實我真的 在急診遇過 真的有來是挫傷進來的 就兩個人呢 就是想要懷孕 然後急診就打電話說 剛剛有急會診 因為女生挫傷 然後男生就也會了泌尿課 就是因為他們 刑訪完之後 女生就在床邊倒立 那可能就累了吧 就不小心就睡著 就從床上掉下來 就整個嚴重挫傷 但是 基本上這只是增加他那個距離 但坦白講 他效果還是 本身是跟精蟲量有關係 其實我是蠻認同剛剛沈醫師說的 就是這個位子的部分 子宮的距離 精蟲的距離 還是有關係 因為像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的老婆 年紀比他大10歲 男生28歲 女生38歲 對 然後女生就很擔心 自己不能懷孕 所以各種偏方都去嘗試 38 OK 對 然後還有在吃中藥這些 然後結果 完全就是很順利的就中了 就懷孕了 對 所以這個代表說 其實跟男生比較有關聯 因為男生的精蟲的活動度 他能不能游到產地 直送產地 這件事最重要 對 易珊 來 皮膚科有一個 就是口服A酸這個藥物 但是在吃的時候 它叫痘痘神藥 就是什麼樣再爛再嚴重的痘痘 交給他 口服A酸吃下去就是會好 但是這個藥只能皮膚科醫師開 因為它有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如果你是女生 你吃口服A酸 一定要避孕 一定要 然後每次來看醫生 還會叫你去 再去驗孕一次 就確定你現在沒有懷孕 因為如果你正在吃口服A酸 不小心懷孕 這個小孩 幾乎百分百就是雞胎 就一定是要不掉 但是很多女生 像有的女生就會問說 可是那我 如果我痘痘這麼嚴重 然後他就會在猶豫 要不要吃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如果真的很嚴重 你還是要吃 那男生如果也服這個A酸 男生就沒有差 對 這比較特別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那個訪單上面 就是同一書的話 都會請女生欠 我知道我也會避孕 用兩種以上方法去避孕這樣子 但是男生很特別 男生吃口服A酸是不會 就是他如果真的不小心 讓人家懷孕的話 是不會有事的 對 男生可以盡量吃 對 所以那個人吃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情要提 就是不能捐血 就是如果你有在吃口服A酸 那你捐受血的人不知道是 什麼樣的對象 所以吃A酸是 口服A酸就這樣做 這個太重要了 對不對 要了解 今天這個得到好多嘗試 太好了 來 第五首請看 超夯的防彈咖啡減重法 真的快速又有效嗎 來 防彈咖啡有用嗎 請舉牌 來 洪醫師 我在想做那個防彈咖啡 或是叫生酮醫師的 去有親力去做過的幾乎都有效 體重其實都快速的下降 有 但是在醫生為什麼還是不推薦 它是一個還蠻危險的一個減重方式 對 它是使用一個高油脂 它大概五六成 其實都是吃高油脂 對 很多種油混在一起 幾乎是低澱粉到斷澱粉的一個療法 這個會造成我們講 在你本來我們應該是燃燒澱粉 我會當我們主要的熱量來源 它現在改成燃燒脂肪酸 那產生一些銅酸 那銅酸越高就會產生一個脫水的一個情形 所以比較嚴重的甚至會造 這叫生酮去脫水 所以很多體重效果 降體重效果很好 可是會造成你的一些電解質 適合血液濃稠度改變 甚至有一些心血管 腦血管的一些風險 所以我們現在主流的醫學還是建議 大家一定要這個叫做一個六大營養素均衡 但是你可以減糖 可以減糖 但是不要斷糖 其實尤其還有幾個我要提醒 如果你有腎臟病的 或是有一些慢性病的 真的不要冒然的去檢重 千萬不要 一定要跟醫師討論 一定要購致 這個是最重要 我的病人都是那種腎臟壞掉的 大部分很多都是那種糖尿病或很胖的 他就覺得他腎功能一直壞掉 他可能 搞不好我要洗腎了 結果他就選擇一個叫 大家有沒有吃過 吃肉減重法 對 我有聽過 有有有有 坊間就有這種減肥藥 吃肉減重法 說出了你只能吃肉 對 其實跟類似一樣 它就是減少澱粉 那可是後來因為 你知道我們腎臟不好 要限蛋白 就是不能吃蛋白 蛋白質一多的話 你反而是腎臟 反而是功能會下降 對 所以他後來他就真的是 只吃蛋白質 結果這樣他腎功能 整個現在 我後來請他停掉之後 還好 所以你任何慢性病的 一定要跟醫師討論過 不然真的是 沒有錯 他就要特別小心 危險 你看這個真的要特別注意 很多大家千萬不要得 因小失大 對不對 覺得說我太胖不好看或什麼 然後為了健康或怎麼樣 一次健康完蛋 沒了 來 許醫生 有一個他覺得他自己 好像都不行的男生 其實疑問之下 他並不是什麼生理或是 就是並不是泌尿科或泌尿道 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問題 的問題 其實一問之下 他已經採取那個生酮飲食法半年以上 其實就研究上面的顯示 他們有去針對一群吃生酮飲食的人 去追蹤他六七年 很長 其實只要生酮飲食的人 你吃太久 是真的會造成 甚至會影響到你的身體心理 還有精神上面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個防灘咖啡引起性無能 不是說防灘咖啡會直接引起性無能 但是說你的身體整個機能如果不好的話 不管你哪個器官不好 跟性就是會只是 絕對有關係 對 有關係 所以這個要注意 來 許醫生 其實像生酮飲食 大家最近也常聽到 他真的在我們皮膚上面 我們皮膚科因為這樣生意變很好 因為我們的考題 我們專科醫師考題還考說 有一些病人吃了生酮飲食之後 身上會起一個色素性的養疹 其養無比 所以以前很少見的 對 這主要是因為 就是生酮飲食產生了一些物質 沒有辦法把它代謝掉 然後我們皮膚就會非常非常的癢 這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好罩 就是換一種飲食 它就會好了 對 它那個油脂排不出去 然後從皮膚慢慢冒出來 那種意思就對了 這個是 就是它會產生一些物質 然後對我們的皮膚 會有一些影響這樣子 那我自己還有一個病人 是30幾歲 他用這個生酮飲食瘦了10公斤 但是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繼續 他說 因為他來看我 他才30多歲 眼瓶上面有兩塊好像黃色的眼影 那個就是膽固醇 直接沉澱在他的皮膚上面 那他本來膽固醇 就已經接近200很高標了 但是他用生酮飲食半年之內 他膽固醇有200標到500 直接沉澱在他的眼皮上面 所以他並不是每一種人都適合 有些人適合 有些人不適合 OK 要注意 但是我還是崇尚自然是最好的 會胖 原因不外乎是吃 過從口出 病從口入 激口 人吃五五雜糧 哪有不生病的 對啊 這很正常 以前常聽這句話對不對 胖就七分賣 有沒有看到 因為心肺功能 你這個五格各方面 一肥膀總是會不好 對 好不好 不是因為我自己公司有 紅藜果膠 對 沒有人問耶 這沒有廣告的意思 有 沒有廣告的意思 他就讓你們知道一下 他是很明顯的 來 沈醫師 來來 婦產科 因為其實女生都愛美嘛 婦產科會常常看到一個所謂的 多男性暖潮 我們之前有一個案例就是 他就是因為多男性暖潮的問題而有肥胖 那他就是受過 那時候很夯 所以他就生酮飲食 其實那時候他有詢問過我 我其實不建議 因為其實嚴重的那個 多男性暖潮的病患 其實就是有點類 胰島素分泌異常 就是有點像糖尿病的患者 那因為你要取而代之 就是碳水化而為低 然後取而代之是脂肪 那這樣的傾向 因為他其實已經處在一個三高的狀態 他就開始吃得很開心 真的瘦 因為他真的瘦了 因為你就真的是高質的東西 可是反過來 他身體本身的脂肪量就已經很高 因為本身就有點肥胖 所以果然他吃到大概兩個多月的時候 就送急診了 那因為他是我的病兒 所以那時候我下去看他的時候 身上就會有一股所謂的那種 銅鏽味 但是其實是酸酸的味道 所以胰島素 控制不好的人 來所謂的DKA 其實身上就會有這個味道 就是等於是身上的銅體 推積太多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會導致心率不整 可能會觸食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生酸 第一要跟醫師評估過 然後要你身體狀況OK 還有其實應該是 試用大概兩到三個月 一定要休息一下 讓身體自然的回彈 因為東西就是真的是過有不及 飲食均衡其實是最好的 像洪醫師提到 真的就是碳水化而不要完全 單攝取一樣的食物其實是比較好 是 均衡 當初那個生酸飲食是在治療 小朋友那個癲症 那癲症他們在做癲症是要收住院 然後由醫師那邊監測 然後抽那些腎功能肝功能 而不是放你回家 自己在做這種腎功能 這個是 你看為什麼可以治療癲症 它改變你的滲透壓 那就大腦的那個放電就會改變 你看這麼危險的一個動作 你在家裡自己去執行 風險很高 說得太好 來 第六者請看 厲害 牙周病 竟會牽吻傳染 那有孕再生可以看牙嗎 請舉牌 有懷孕可以看牙醫師嗎 有人說可以 有人說不可以 來 趙醫師 其實我發現觀眾 大部分的概念都滿好的 其實懷孕 有一半以上是對的 對 懷孕還是可以看牙齒 尤其現在國健署 其實有幾副啊 就是懷孕的故事 有一種是懷孕一定要看牙醫的 那咬他 那咬他 你找醫師 我懷孕了 懷孕你的孩子 這一定要趕快的看 一定要看 對 快快 現在國健署有 就是有給付大家 就是懷孕的婦女 三個月可以洗牙一次 那這個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們其實以前 常聽老一輩的人說 懷胎會掉一顆牙 為什麼 因為懷孕的婦女 大家會發現 就是他們刷牙會很容易流血 喔 鈣質是不是 對 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們在懷孕的 女生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賀爾蒙會改變 對 那他賀爾蒙會改變 他就是為了營造一個適合的寶寶 生存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的賀爾蒙改變之後 我們發現 在他牙齦的部分 會特別容易地出血 然後會造成所謂的 那這樣子的狀況 就會很容易演變成牙周病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會建議 就是如果懷孕的婦女要看診的話 要在懷孕的中期去看診 懷孕中期的意思就是說 你懷孕的第四個月到第六個月 對 那時候是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你剛懷孕的時候 不穩定 對 寶寶還不穩定 會建議不要看 對 那如果要看的話 就是有計劃要懷孕的婦女 就是要提早看 對 那另外就是前面有提到說 牙周病會不會接吻傳染 這個部分啊 其實要灌輸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牙周病它是細菌造成的 所以牠確實會傳染 會啊 對 牠會傳染 我分享一個案例就是 我自己有遇到的 就是一個病患 然後也是一對夫妻 然後反正就是 因為牠主要是因為先生口臭非常嚴重 然後老婆真的受不了 就把牠先生推來診所看診 然後結果後來老婆來了 就想說那牠一起檢查 結果發現 兩個人都得牙周病 對 可是跑完的來了 就是牠們其實很久沒有親密接觸了 嗯 也沒有接吻 那要問鄰居 對 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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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後來我們疑問之下 就找到原因 就是因為 在廁所裡面 大家會把那個牙刷 放在漱口杯裡面 對 然後牠們的那個漱口杯 是共用同一個杯子 放在一起 對 然後牙刷兩隻這樣插進去 是靠在一起的 所以其實牙周病的細菌 它會殘留在那個牙刷上面 之前有研究統計 就是那個牙刷上面的細菌量 會比馬桶還多 還要髒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廁所要保持乾燥通風 是 然後牙刷最好分開放 對 你看這個小地方 對 對 這個影響很大了 黃醫師 來 其實我們成年人裡面的 口水裡面 很多病毒病菌 細菌都在我們裡面 所以剛才趙醫師說 我們接吻 來來來去 我們的細菌會不會互相傳染 會的 尤其是像我們有一種病毒 叫EV病毒 在我們的國內裡面 大概九成以上人都會有 但是大家不要太驚訝 因為經過你的成長過程中 你的免疫能力已經認識他的 他的這個病毒 所以有辦法去抵抗住 那如果說 如果說一個男生和女生 要接吻的時候 最多 最多 我也有EV病毒 你也有EV病毒 我只能指你 也不能指他 你好會挑人 對啊 不要挑你 EV病毒 但是我的是ABC族 你是EFG族 所以我們互相交換 每個人就互相交換 所以從此以後我們的ABC EFGH 我們都有這個抵抗力 所以要固定的伴侶就可以 對啊 固定的伴侶 這是必須要的 但是 這就是我們的難處 什麼 喂 好 加油 但是 如果一個小Baby 小嬰兒 剛出生不久 那你們這些大人 他的病毒病菌都沒有 那就親親親 他就死掉了 所以外外就有很多 發生這種事情 拜託拜託 你們看到小朋友的話 各位大人 如果你要親他 先問問你 你有沒有乾淨清潔 以後才親他 那如果看到人家小孩子很可愛 不要去亂親他 因為他沒有抵抗力 但是大人就不用擔憂 其實我們互相分享 其實可以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朋友的小孩抱來 憲哥抱一下 我都不抱的 我說不行 等他大一點我再來抱 對 也不會去親他 很想親很可愛 對不對 那千萬不要 來 怡辰 憲哥的觀念很好 愛別人的孩子 我自己愛親 不要亂親 真的真的 很重要 那剛剛提到說 牙齒會荒動 其實真的很多媽媽都會在診間 會說 醫生我這樣懷孕 我沒有補充鈣質 我飲食不去 我飲食會掉牙 它不是直接但是間接 像剛剛趙醫師有提到 對於它是我們荷蒙的影響 會導致我們牙齦會發炎 會腫脹 所以像我自己 我懷孕我第一胎的時候 我牙根就斷掉 那是因為其實 國人普遍大概 國健署的統計 國人大概平均摄取的鈣 其實都是不夠的 平均都大概這五百上下 那一天其實需要一千 你在你懷孕到第二產區 缺鈣 對 所謂第二產區 四到六個月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大量補充鈣質 不然那時候 寶寶在長骨骼的 腦部發育的時候 都很缺鈣 所以這種時候 會把媽媽的養分吸走 那再來身體很奇妙 它在懷孕的過程 會分泌一個叫 所以它會在身體的關節 所以媽媽都會 醫生我來雞怪 是正常的嘛 然後關節都比較容易會有聲音 那因為它是就是 人的自然的反應 它會有利你生產 所以關節啊 我們的牙齒 因為牙齒也是骨頭 所以它也比較容易會鬆動 所以真的就是 像剛剛趙醫師提到 我們懷孕的過程 兩次其實都很鼓勵媽媽去洗牙 因為你把牙戒指洗掉的時候 其實也會保住你牙齒的健康 不然真的 我之前遇過一個媽媽 但她真的是 嚴重的缺乏鈣質 她就是因為雙新家庭 然後她第一產的時候 其實我就跟她講說 你嚴重缺鈣 然後她真的那時候也是沒有補 然後後來第二產之後 她掉了四顆牙 那當然跟她飲食有關 她也喜歡吃很硬的 甘果類的東西 對 所以導致她牙齒負荷不來 所以還要呼籲就是 大家在補充鈣的同時 記得要去曬太陽 對 因為鈣它沒有辦法自己轉換 所以我們身體需要設計 一些第三根曬太陽 所以媽媽們記得都要去曬太陽 這樣才可以有效利用你身體 所攝取的一些鈣質 對 你看這個也很重要對不對 來 看我下一條 來 第七條 好 第七條 看 美女守則第一條 睡前喝水隔天一堆水腫 是嗎 睡前喝水會水腫嗎 3 2 1 舉牌 欸 一半一半 喝水跟腎臟有關 來 洪醫生 美女真的比較會容易水腫 這是真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釋 喝水 隔天起床就水腫 你要想想你是不是吃太多糖分 太多水 你可能是喝的是那個叫飲料 喝很多鹽分 水分跟我們講說那個糖分 跟那裡只會吸水 所以就會把水流在你的身體 所以你喝的是白開水就比較不會 唇水不會 第二個是美女的腿太細了 我們知道其實很多女生 每兩個就有一個叫生理性水腫 你不是什麼腎臟壞掉 不是心臟壞掉 是你的腿太細 沒有在運動循環不好 這種你可以想說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體重搞不好50公斤 到了下午變成52公斤 為什麼 因為水會往你的臀肌 臀肌 往下肢 往下 我們的肌肉就是我們的幫浦 所以你有在運動的肌肉就收縮 就把水打上來 所以我們的男生 腿都很粗 肌肉很多 就不會水腫 可是女生腿很細的 就很容易水腫 而且他們又不太願意運動 然後久坐 然後久站 所以很多女生到晚上就要腿抬高 或穿那個彈性化等等 他就要把腿練粗一點 就不會水腫了 是 好啊 來 徐醫生 有人會問說 因為蔡依林之前有分享她喝水法 那就說蔡依林的是夜晚起來 尿尿後喝水 那我想說 因為來看那個個案應該是抓錯重點了 他抓到夜晚 其實不夜晚 重點其實不是夜晚 跟夜晚無關 對 應該是說尿尿完之後你就喝水 其實在每一個小時都補充水分 每一天至少要攝取你的體重 至少喔 乘以30的水分 你的身體任何 對任何器官都是好的 是 哪個器官水腫 一看身材就知道啊 你是真的嗎 有那麼厲害 今天剛好要分享 跟大家講了說 我們男生就認為我們的LP LP很大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很驕傲 很man這樣子 今天要分享一個 就是一個人 他進來的時候 冬天那時候他穿短褲 短褲他穿得很鬆 就要走進來 然後走進來的方式是 這樣 像人家腳開開的有 這樣走開開 合不起來 奇怪 為什麼你要看我這一刻 因為 沒有 因為他說 我看別的刻 不曉得怎麼辦 因為他們都說我都正常 可是我說 他嚇到了 王醫師你怎麼知道我走路不正常 因為我們走路不能腳開開這樣走進來 你是年輕人 大概在三 四十歲而已 然後我說 你那個尿尿的地方 或是其他地方 或是屁股或會陰有什麼問題 他說 對 我的睪丸最近這三個 我在洗澡 我跟我的那個 因為他當兵 我跟他們講 手給他們看 越來越大 越來越man 睪丸大 並不是說很好 可能是水腫 水腫一定會有原因 後來我轉給他命尿科 後來聽說他的睪丸那邊 有找到一個癌細胞 就在那裡塞住了 塞住了他的血管 所以他的血管 因為循環不好 所以他走路就 就這樣框框的就走進來 所以了解 不是四肢水腫 其實 所以在這部分 LP大 並不是我們的幸運大 LP大 可能要小心 就是危險很大 不行 對啊 不要考慮那些什麼壯陽什麼那些 各位 自然的 唯有真愛 對 可以讓你 對 才能夠零肉合一 對 對不對 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對不對 對 這是真的 你怎麼默默給我一個真的 害我一下 這是真的 因為我書裡面就特別強調這個東西 真的嗎 真的 有沒有看到 英雄所見略同 對不對 可是補充 因為女生基本上 想要當水妹妹 就是美女的話 真的要多喝水啦 因為其實喝水對女生好處多多 除了說皮膚會很漂亮之外 再來就是女生的復刻的問題 因為至於說 現在很多年輕女生 尤其是大家想說怕水腫啊 怕身材走樣 不喝水 常常在整間遇到的都是夏天 尤其特別是夏天 都是憋尿憋出來 當然因為想說喝水要跑廁所 那睡覺醒也不敢喝 那整天下來 其實喝水當然不夠的時候 其實尿液沒有循環的情形 因為它就是一個循環系統 它囤積在那的時候 容易是細菌會滋生 那這樣子會感染 那聽起來很像就是單純的感染 可是你感染很嚴重的時候 最怕它是往上 上行的感染 它其實就是會腎雨腎炎 甚至要洗腎 我之前遇過一個貴賤 他就是大概從他說 他懂事以來 十三十四歲 就覺得為什麼需要喝水 他覺得喝水就容易水中 而且他覺得 跑廁所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然後等到他成年上班 更不愛喝水 然後導致他那時候來的時候 就是整個是輪椅推薦 他完全走不動 碰到他已經腎 這樣腎雨 就完全碰不得的 那時候我們說你再晚一點點來 你可能就需要洗腎 所以其實水 我都會跟我變換 跟我的客人講說 其實就是要把它當作是 最便宜的保養品 一天至少攝取一個 一千五到兩千都不為貴 都不為貴 太感動今天 要喝要喝 這跟幾位醫師聊起來 真的 那句這個有點土 與君一席話 盛讀十年術 真的 對不對 有時候這個 輸到用時方恨少 有沒有看到 你不要 你不要已經投降的時候 才拿出來這本 對 你要先讀一下 好不好 我們也祝福這本書能打賣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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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ж 也是 這個 總得 謝謝